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宁静 今天是年初五 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很特别的话题 大陆某医院精神科医生在采访中表示 最近有大量感染了瘟疫的病人 说他们看到了鬼和天兵天将 让人很震惊 另外有监控视频显示 疑似有人用注射器在居民楼内 往居民晾晒的衣服上放毒 后来网友们人肉发现 这个人所开的车 其车牌是属于中共国安部的 这是非常的诡异 另外小米官方频道最近发出一则短视频 显示小米的董事长雷军公开支持白纸革命 这是要跟中共党魁叫板吗 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我们就详细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话题 但在聊这些话题之前 我们还是先通报一下中国的疫情 国内是看不到真相的 看到了也不全面 当我们把各地的信息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时 就会发现这个真相是多么吓人 在新年前后 中国大陆出现大量随地倒事件 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 1月15日上午 上海南站T25列车 一名乘客上车时突然倒地 有乘务员发现后 为其做心肺复苏急救 另一个视频显示 画面中两个约十来岁的小孩子躺在床上 他们的妈妈抱着一些东西走进房间 突然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有网友表示突然去世 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熟悉的景象 可怕 还有视频显示 1月18日 内蒙古西蒙地区 一位老人正在家中行走 突然倒地不起 有网友说随口说一句再见 可能真的再也见不到了 还有视频显示 1月19日在广东省某地 一名身穿蓝衣的男子 刚走出洗手间就突然倒地抽搐 未见有人来急救 最后也不知道结果如何了 还有视频说 1月21日大年三十 在安徽富阳火车站一站台上 正在排队上车的一男子突然倒地 把其前面等候上车的白衣女子撞个脸去 但不知道后续如何 还有视频中 一名浙江男子 被一个红色的大包在急匆匆的赶路 也突然倒地不起 随后有人赶来急救 像这样随地倒的视频 最近网上曝光的非常多 不再一一列举了 但这些视频可以暴露出 中国目前疫情的严重性与死亡人数之多 据金文网报道 自从12月疫情大爆发以来 中国随地倒事件多发 12月16日 上海地铁站一名工作人员透露 地铁站内近期频发乘客随地倒 其中大多数都是年岁大的老人 有些人在车厢中就离世了 该工作人员表示 地铁集团方面要求针对近期乘客 多发随地倒 强化落实日常巡视检查 救助并报警 相关现象深圳也有出现 17日 网传一天前确诊的外卖员 在雨中倒地引发大量关注 有网友表示 不仅是病人出现随地倒 医生在岗位上随地倒的现象也有出现 有视频显示 一位确诊的大陆医生给患者看病时 突然昏迷倒下 被其他同事带离现场 这突然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美国惊悚片 下一个就是你 真的是谁也不知道谁会是下一个 自求多福是没有意义的 还是承认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吧 毕竟这是宇宙的正法理 正神听到都会来帮你 一位25岁的中国女孩 杨厚直呼看到鬼 她说 有鬼一跳一跳的 大白天的 她还说 有天兵天将都在那里打架 而且这次很多人感染瘟疫以后呢 都说看到鬼和天兵天将 这样的案例还不止一例 是大量出现 这到底是咋回事呢 据陆媒报道 小秦在外地工作 半个月前感染新冠 原本都快好了 一天下午突然开始胡言乱语 还边抽搐边说 我看到了 有鬼一跳一跳的 还有天兵天将都在那里打架 家人赶紧送她去深圳大学总医院 结果深大总医院神经内科医生张红牙也说 像小秦这样的患者 医院神经内科在一周之内接连收治了几十个 既有20多岁的年轻人 也有40岁左右的中年人 还有60多岁的老年人 他们都说看到了鬼和天兵天将 看来这种案例非常的多 仅一家医院 一周内就收到几十个这样的病人 而且这么多人全部一致的说 看到了鬼和天兵天将 医生给出的解释呢 是这些人因为感染了瘟疫而导致了脑炎 所以产生了幻觉 但想想看 如果这么多人都是产生的幻觉 那为什么他们全部一口同声的 说是看到了鬼和天兵天将呢 而不是不同的东西呢 为什么看到东西全部是一致的呢 有这么巧合吗 这幻觉不是随机产生的吗 难道有人给他们大脑中统一设定了同一个幻觉 这显然是千强复会 用现代无神论的科学根本解释不了 如果这些人能够相信自己所见 而不仅仅只是相信现代无神论科学的解释 从此以后敬天为神 而不是仅仅畏惧病毒 并且明白从内心远离中共邪魔 也许这就是上天给他们的机会吧 而且也是借他们所见所说 给世人一个机会吧 这从中呢 也可见在这波中国大瘟疫期间呢 出现了非常多的感染者 都亲眼看到了鬼和天兵天将 这不是幻觉 这是上天来收人了 之前我们视频中就一直在说 这次瘟疫是上天来淘汰中共和中共追随者的 瘟疫是瘟神按照上天的旨意不空的 一个也错不了 这些人看到的不是幻觉 他们也没有看错 他们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看到了另外时空的真实景象 中国的很多老人都知道吧 很多人在快要死亡啊 阳气即将衰竭的时候 就能看到鬼 看到阴间 那可能很多人呢 也都亲耳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真的 能亲眼看到这些的人呢 虽然活着 但他们的元神却游离在阴阳两界之间 所以能看到这些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看到另外时空中的真实景象 他们也很危险 正因为处于生死的边缘啊 才能看见这些景象 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啊 他们看见了 如果能明白这是真的 能明白自己为什么能看见 从而敬畏神灵远离中共 也许还有机会 所以得赶紧抓紧三退 小米的官方抖音频道 在1月24日突然放出一则短视频 这个视频实则是小米一年前拍摄的短视频 但是最近小米直播间的抖音小编呢 又把这则视频重新剪辑发出来了 在这个时间点上重新发出这段视频 真是很耐人寻味 那视频中小米的董事长雷军说 爆料 爆料我不敢 另一个声音说 不能明说可以暗示啊 雷军点点头 若有所恶的说 嗯 暗示是个好主意 接下来呢 雷军拿出一张A400指问 这个看懂了吗 下一秒 雷军身边一个写着市场部的女工作人员喊了一声 雷总 然后将写着拍摄到此结束的牌子摆在雷军面前 一则十秒的短视频到此结束 网友们看到这则视频后惊呼 雷军公开叫板习近平支持白纸革命了 还有网友说 这哪是暗示 明明就是明示 再傻的人也看得明白 这在公开支持白纸革命 后边那个喊着雷总 放上拍摄到此结束的市场部 难道就是暗戳戳的指中共的中宣部吗 难道是在说让你闭嘴就闭嘴 别管你是雷军还是雷神 这视频虽然是一年前的视频 那时候呢 白纸革命还没有爆发 这么一看还有点玄学的味道了 但是最近呢 小米直播间又把它重新发出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目前这则视频引起关注以后啊 小米直播间又把它给删除了 现在呢 在小米官方频道已经找不到了 那近日武汉出现了一起 极为恶劣的投赌事件 但嫌疑人的身份呢 可谓是惊天地气鬼神呢 1月17号呢 在武汉 有人发现了一男子在居民楼放毒 监控视频显示 一男子在居民楼内 用注射器不断往居民晾晒的衣服上 喷射不明物体 这个男子已经被公安抓获 但有意思的呢 是经过网友人肉 男子开车的车牌经Q7HB80 竟然是属于北京国安系统的 天呐 这警察一审讯院兄弟 原来是自己人呢 那网上就有人在质疑了 为什么全中国只用20天阳性感染 就达到了80%啊 十几亿人呢 难道真的是有人在投赌吗 如果说有人投赌啊 我倒不觉得震惊 但是这么投赌呢 真的是有点一言难尽 不过看起来倒是很符合党妈的智商 但这件事呢 我们还没有得到更多后续的消息 估计解释出来呀 也可能车是借的 偷的抢的 人是临时工惯犯 内心估计的病服 反正绝对是不允许跟党妈扯上半点关系的 我们就拭目以待 大家也可以对中共的通报呢 进行无奖自嗨竞裁活动 毕竟不是每个投毒犯都有机会开国安的车的 对吧 多说一句啊 国安国安车都保不住 还装什么能保国家安全呢 不过话说回来啊 那中共所谓的国家安全也不是防什么外敌 就是防老百姓 其实呢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呢 每个人都有选择远离瘟疫 远离灾祸的机会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多年来就一直在示警 并开始解救之道 疫情爆发之初 李洪志先生于2020年3月份 在理性一文中指出 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李洪志先生开始说 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 道德变坏 业力大了而来的 历史上有过很多正面教训 都因为现代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洗脑后的无神论思想 使人不相信神 不相信历史的教训 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 自己哪里不好 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 这才是灵丹妙药 李洪志先生指出 目前中共病毒 武汉肺炎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不信你们看一看 目前最严重的那些国家 都是与邪党走得近的 人也是一样 那么怎么办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明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不信就拭目以待 所以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中国同胞 都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 上天正在清算中共 以大瘟疫的形势 在淘汰他 赶紧唾弃中共 不要和他陪葬 赶紧抓紧时间 退出中共的党 团队组织 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另外 由于当前疫情迅猛 同时不是每个 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 都能突破网络封锁 到退党网站 或大纪元退党网页声明退党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三退的人 可把退党团队的声明 张贴到公共场所的电线杆上 墙上或写在人民币上流通 也同样有效 不一定用真名 用画名也行 神看人心 你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留言 用真名假名或画名都可以 在留言中告诉我们退出什么 比如是退党 还是退团或退队就行 我们会帮您声明退出 祝您与家人平平安安 幸福美满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希望所有人都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我们下次再见